据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消息 12月21号21时35分 经过约7.5小时 神州17号航天员乘组 圆满完成第一次出舱活动 首次开展天河核心舱 太阳翼修复试验等既定任务 按计划 神州17号载人飞船任务期间 还将开展大量科学实验与技术试验 以及多次航天员乘组出舱活动 和应用载贺出舱任务